司马家为什么要推荐二十岁出头的曹操当洛阳北部位 为什么推荐者是司马家不是别人家 为什么被推荐者是曹操而不是别人 为什么推荐做的官是洛阳北部位而不是别的官 看似简单的一次人才推荐 这背后隐藏着袁绍家族 巡域家族 司马懿家族的什么阴谋 曹操只是没小棋子 但是他的一小步将为大汉王朝巅峰派系 权力博弈大决战 拉开序幕 好 这里是吉利算的第四集 翻开三国治五帝纪 正式推理 现在开始 曹操年二十 举孝联为郎除洛阳北部位 此时是公元一百七十四年第二次党雇之祸 宦官在迫害士大夫 袁绍带人创建了奔走之勇 各种营救士大夫 士大夫们被通缉藏匿在京城 想要逃出城 此时 看管城门的官就很重要了 比如看管洛阳北城门的洛阳北部位 现在知道为什么曹操被推荐当这个官了吧 其他的官再好再大 此时此刻都没有这个官箱呀 有人说有这么夸张吗 士大夫真的要逃亡吗 有 比如寻玉家 寻玉的亲爷爷被宦官禁锢终身 寻玉的大爷爷被宦官弄死了 寻玉的六叔寻爽 寻家六龙 未来的大汉司空逃亡 逃到了海上 在海上飘着来躲避宦官的追杀 假设此时寻六龙是个金官 他不需要出城吗 他不需要有个洛阳北部位是自己人吗 像寻爽这样的士大夫有许多 尤其是尹川人 我上集说过 士大夫前八里面主要是汝南 尹川 衍州 这三个地方的人 他们的固立门声也全是这三个地方的人 好 现在尹川系的士大夫要出城 谁能赏赐他们一个洛阳北部位呢 司马家说 我呢 我愿意 为什么司马家愿意 我经常说司马家是河南士族河内系 许多人说 不对 河内是黄河以北了 属于河北系 谁告诉你河南系就都是河南人的 今天的河南交作是不是还属于河南神 这是文化认同 不是地域认同 有人说 那淮河以北的司马家 怎么就愿意帮助淮河以南的尹川人呢 司马懿的爷爷 司马俊当年是尹川太守和尹川的寻中成寒各家族都是盟友 利益共同体明白了吗 这就解决了想不想帮的问题 那是否有能力帮呢 为什么是司马懿的父亲司马房去举建了这个官呢 因为司马房历史上是洛阳令 洛阳令来推荐洛阳北部位 何理不 我一个县长推荐一个人去管我们这个县的北城门 有毛病吗 这就是为什么司马家举建 不是别人举建 为什么举建的官是洛阳北部位 不是别的官 这两个答案都有了吧 第三个 为什么举建的一定是曹操 不是别人 有人说 因为曹操有才干 这都是瞎扯 当时站在权力巅峰的是宦官 当时常事之手张让看见这个推荐名单时 他会想什么 有人说 他想的是司马房为什么要举建曹操 不对 他想的是司马家为什么要举建曹家 这才是政客思维 想的不是某个个人 而是背后的派系阵营 曹操是哪个 有没有才干 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是曹腾的孙子 算是宦官阵营的人 张让想的是 司马家很懂事吗 开始提拔宦官阵营的后生了 不再跟那些隐穿的士大夫为伍了 想投靠我们了 有人问 那这件事批不批呀 当然批呀 河内第一士族都服软了 这得让其他士族们看看 这件事必须批 有人说 不对 曹操是元少的小弟 是奔走之友的人 张让怎么会批呢 奔走之友是个地下组织 这组织里有谁宦官怎么会知道 还有人说 你上级不是说 曹操只首级 要进入张让房间 张让怎么还会同意 曹操分官的事呢 史书没有写这两件事 谁先谁后 可能是曹操先当的洛阳北部位 好 现在曹操已经当上北部位了 他开始干嘛呢 修缮城门 然后制作了五种颜色的棒子 五色大棒 悬挂在城门上 谁犯法打谁 当时权贵们最容易犯的事 就是宵禁 汉朝当时晚上是不准出来逛该的 谁晚上出来逛该 谁是晚上的该溜的 就打谁 曹操的五色大棒一挂 许多权贵就怕了 晚上就不敢出来逛该了 有人说曹操管这事干嘛 他不是要营救士大夫吗 他管不管逛该干嘛 没人晚上该出来逛该了 那曹操晚上偷偷放出城去几个士大夫 这不就容易了吗 不然晚上曹操这边偷偷放的人 那边撞到一个逛该的还是权贵 你咋咋整 抓不抓 谁抓谁 曹操的计划没毛病 结果好死不死 真有不怕死的 还真有晚上出来逛该的 这人是谁 大太监简硕的叔叔 有人说这个大太监是谁啊 时常是李张让是老大 他排老几 他还不是时常是的 时常是文太监 他是武太监 太监会武术 谁都拦不住 他是未来的西元八校尉统帅 上军校尉简硕 能和张让平起平坐的狠角色 你想呀 他这么狠 所以他叔叔才那么狂呀 别人都怕什么五色大棒 我不怕 我就晚上出来溜达 该逛该逛该 谁能把我怎么样 结果被曹操抓住 直接五色大棒打死 一般讲历史的 讲到这一段的剪读是 都是曹操年轻 热血 不懂官场 不怕权贵 这都瞎扯 曹操的爹魏烈九亲 曹操天天和公子哥一起混 而且曹操从小就狡诈 他不懂官场这点事 你别说他了 就是今天换成你 你会在公司里 严惩副总裁的叔叔吗 你疯了吧 所有讲曹操不懂官场的 都是因为解释不了 曹操为什么要杀人 有什么必要杀人 曹操是咋想的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曹操现在是奔走 只有的一员 他的任务是救人 如果正在救人的时候 被这个武太监的叔叔撞到了 怎么办 留下他这个活口 整个奔走之友 甚至整个原家 尹川司马家 都有危险 这是必须杀人的理由 而且杀武太监的叔叔 可能还不是曹操自己决定的 可能是奔走之友 甚至是原家 尹川司马家 共同的决议 有人说 那杀了太监的叔叔 那不就闯了大祸了吗 这里就微妙了 当武太监的叔叔死后 武太监一听 是曹腾的孙子干的 文太监派系的人干的 这几个意思 斯大夫还没全面呢 就开始跟我内斗上了 在历史上 张让简硕 这一文一武的太监 一直是既对抗又合作的关系 而且到最后 文太监彻底把武太监卖了 武太监死在这上面 所以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曹操闯了这么大的祸 文太监武太监 谁都没把曹操怎么样 相反曹操还升官了 当了顿丘县令 一般讲历史的会告诉你 曹操名义上升官了 其实是被太监赶出京城 第一点 曹操真的是被太监赶出去的吗 如果赶 会往顿丘赶吗 你知道顿丘对斯大夫派系意味着什么吗 真往这里赶 那只能说明太监们智商集体下线 这点咱下集详说 第二点 文武太监没动曹操 除了曹腾留的阵营Buff之外 曹操自身还有一个新的强大的保护网 这个保护网出现在曹操17岁到20岁之间 这个网是一个少年 与曹操私交贼好 他是曹操的唐妹夫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 按政治斗争的逻辑来说 他的身份叫外戚 他是国舅爷 换言之 他的亲妹妹是大汉皇后 曹操跟国舅爷是好费皮 谁敢动他